大天福地 仁为贵 信则吉系 空则背 袁泰祖 欢迎大家收听新一集的袁泰祖 今集Nikio 继续与林定康师傅 与各位听众分享一些玄学上的知识 林师傅 你好 Nikio 你好 林师傅 最近香港很多事发生 肺炎的确诊个案又回升 然后因为政局的问题 这一年也是的 但是接下来选举又开始接近 又好像很多争议 很多声音在社会上出来 我记得我们之前曾经都讲过 香港的大运 我们今集我们可否再讲多一点 可能在政治或政局方面入手 讲多一点 政治政局就不敢评论太多 我自己都不认识太多 但是由玄学的角度有少少推测 或者去 当像人家跑马仔那样 买一下玩一下都不错的 虽然没有配率的 哪里都买 没得买的 自己买完自己开心 马上重注的 没得重注的 因为现在是八运 我们节目都讲过很多次 开口埋口都八运 八运楼 八运是什么时候呢 八运实际上是2003 去到2023 就是20年 20年 23年开始 又去到九运 就是2023 去到2043 八运 九运 一运 二运 三运 四运 四运 五运 六运有什么分别呢 大家可以留意螢光幕 螢光幕 螢光幕 应该已经显示了 一幅三运九运 九弓飞星分布 其实每一个大运 都是跟着这幅图跳的 所以如果有些听众 他喜欢自己研究一些术数 又刚刚听开这个节目 都可以花点时间看看 原本看开的这幅图 应该都滚瓜烂熟 其实这幅图 有很多玄机 甚至乎一些证局 其实都是暗藏了玄机 在这幅图里面 我们先看看 八运的幅图 是代表什么呢 八运的幅图 八运的幅图 当中的 就是一个八仔 好了 怎样为之 什么运 什么运 其实就是在哪一个数字 当中的 八 当中的 那就是八运 九 当中的 那就是九运 七 当中的就是七运 如此类推 分别是什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是分别代表九粒星的 第一粒是一百星 第二粒是二黑星 第三粒是三碧星 第四粒是四六星 第五粒是五黄星 第六粒是六百星 第七粒是七尺星 第八粒是八百星 第九粒是九子星 第九粒是九子星 这里的九粒星 实际上是有自己各自的性格 OK 不在这里说那么多 先说最近我们来三个最重要的 分别就是 四个 七、八、九和一 为什么不说二、三、四、五、六 这些是自己都查到 要是太久之前 要是太远之后 还有那个节目就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们所说的七尺星 其实是一个破军的星 所以逢是七尺的话 有时候人们就说斗争 冲突比较多 在五行方面 其实它是属水的 是属于我们来说的对公 八百星是左腹星 五行是属土为近公 是属于羊土 不是食的那些 有粒星的那些 是阴阳的羊 一个土 属土的土 五行的土 九子星是右拔星 五行属水 亦都是属于尼公为火 你等一下才听到 又是水又是土 为什么九子星又是水又是尼为火 实际上我们有看来自什么公 九子星基本上我们当它是尼为火 属尼公的 亦都各自有代表自己的一个position 即是什么意思呢 以一个家庭作为一个模型 去考虑他们所代表的是什么 这一集一定要听全集的 只听后面那一部分 就不是很过瘾的 一定要听这一集 这个七尺星 七尺星它是属于对公的 对公所代表的是年轻女 小女 所以小女的意思就是十岁至二十岁 称为小女 八百星 八百是属于近公的 近公是少男 少男即是什么呢 即是十至二十岁的年轻男仔 九子 即是当黄坐正中间的 是中女 这个中女跟我们认知 港女的中女就有些分别 即是不是拿暖水户那些 不是拿暖水户那些 中女我们以香港人的概念 可能是三十三十五以后 就称为中女 但其实在玄学上面 中女的意思是二十至三十五岁 二十至三十五岁称为中女 代表家庭排行中间的女儿 所以有时有人找我看风水 我会跟你说 这个位是中女的 这个位是小女的 那为什么要这样分 因为各自有自己的房 各自自己睡的 那这个中女就是我们说的九子星 在八运里面 哪个当中 Nikiyo 八运里面就是八 八制当中 八八 那他那个未来太子星是什么 即是准备要上位 下百大运就是九子星 那哪一个是在八运里面过气的 在八运里面 已经过气了 八运里面过气的 那就八运里面过气了 不是 在八运里面就是七尺过气 哦 就是八运里面就是七尺过气 八运里面就是七尺过气 八运里面就是皇帝 那之后 之后 未来太子星就是狗子狗仔 在准备登基的 那这个下源八运 即是2004至2023 这个时间 因为八运当中 那这个八仔 即是什么人掌权呢 或者是哪个人 可以在这段时间 叱咤风云呢 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少男 是的 少男即是十至二十岁的男孩 而坐側了 在旁边行 但是仍然有些余威说话 是哪个呢 就是七尺 七尺 因为这个时间他坐側了 所以那个影响力 就不会很大 只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有些影响 但是慢慢慢慢 随着八运的时间 一路过 他就一路减弱 他的影响力 反而未来九子 我们想说九子 就是中女 就是在八运的尾段 会开始发挥效力 因为准备要登基做皇帝 所以他们的力量 都会越来越强 一说到这件事 八运所代表什么呢 八运所代表什么呢 八仔代表的是什么呢 记不记得考虑你 刚刚说过的 八仔 不是说代表少男 是的 少男吗 是的 八仔代表少男 在这里 我们也说他代表一个左负星 少男 大家想想 2004至2023 中间又没有少男当过拳 2024至2023 2004至2023 2023 中间 我想 2012年的时候 就有反国教的王之锋 然后 去到之后 就有 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 都是 他也是少男 对吧 如果以梁天琦来计 未必算是一个刚刚好 骂车边 吵到的 我记得好像 21岁 但是同样地 在那个时间就有岑武辉 OK 亦都会有 那时候 罗冠聪那班 都是一班少男 所以在反国教运动 或者去到雨伞运动 甚至去到近期上年的 这场示威 这个反修例风波 亦都是他们去做当中 那个人的主力的军队 但是随着那个时间 越来越接近2023 他们的影响力 将会越来越降低 所以在这个八运里面 的政局 就会由一个 一些年轻的男子 去主宰 甚至乎 去影响社会的推进 我们都见得到的了 其实刚才你说的梁天琦 都差不多了 梦车边 黄之锋一定是 黄之锋 黄之锋 他出名的时间 其实是2012年 反国教 当时他只有16岁 所以在这个八运里面 当中的 是八仔 所以少男 就会得世 和得志 未来 我们就九运了 但是代表现在 就会开始有些 年轻的女 会走出来呢? 中女 就是20至30岁 2019年的 反修例风波里面 我们都会见到 其实有不少的女孩子 是自己走出来的 例如 我们今集就不是想 说帮人拉任何票 但是呢 在这个 反修例风波里面 也都见到很多的女性 是开始上位抬头的 譬如我们说 这个立场新闻的 阿赫桂南 甚至选区议会的 刘海晴 是的 那班都已经出现了 所以这个也算是 九子当中 准备要出现的 一个情况 他们是不是少女 即是年轻的 10至20岁 不是 反过来 他们是20至35岁 这个阶段 慢慢会坐中 所以 在这个八运图里面 我们就会推测到 为什么去到现在 2020年 为什么突然多了 很多女孩子 参与政治 比以往的 我们香港 这么多年的历史上 看 现在算是最多女人 参政的时间 以前也有的 但是 推出的东西不同 而且 也没有那么 魅力 在那么多位从政的人 里面 其实如果以这件事 计算 那时候 就算参与政治 都很少是民间的年轻女 可能会有些叶石恩 或者是陈方安生 那些 她本身已经是 担任一些公职 然后进来去玩政治 报政司 是的 到了八运的时间 的尾段 就看到有些年轻女 坐上来了 这个也是香港历史上 没有办法阻止的进程 也可以说是 一个地方 她的地运 她要走 她一定会经历的事情 就是轮住 1,2,3,4,6,7,8,9 9,9,1 这样 那可不可以看回 我们之前八运的那班 少男 在来的九运 是否会担当什么角色 绝对可以 那这个就要留下一节再说了 下一节再和大家继续 袁泰祖